而福利乡代表会第22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今天进行乡公所各客室主管工作报告 以及乡长实证报告议程 而代理乡长江东城以移民为本为主轴发展乡镇 乡代会主席叶嘉宏则是其免代表同仁 借由乡镇总质询来监督建言理性沟通 主席更是强调乡镇要和谐 唯有各方团结才会有更好的福利乡 乡长实证报告一开始 江东城率先介绍公所团队一级主管 安定人心意味浓厚 接着代理乡长江东城从台风地震灾后重建的工作 基础建设的推动 地方产业的辅导 观光旅游行销 以及社会福利的执行主义报告说明 而对于未来实证重点 乡长江东城 则以移民为本为核心 发展副理乡镇工作 今天以多方的意见为最主要的基础 在借于我们各科室 各个人的相关专业的一个执行能力 使能够完成一役 所以希望我们工作包括我个人能够秉持着以民为本 发展这个乡镇的一个理念 用心的聆听那个乡民的需求 以真诚效率专业的态度来执行这个职务 积极达成我们乡镇发展的一个目标 复理乡因人口减少 相待会席次也从原本的11席缩减到现在的7席 相待会主席叶嘉宏 其勉代表同仁借由乡镇直询 为民喉舌监督乡镇 也期许相公所团队以周全完善的评估 名义为依规来推动地方建设 各位代表可以针对平日接受的民众 成群与新生 反映相继的需要 对于乡镇重大议题与施政提出敬言 反映相继的需要 对于乡镇重大议题与施政 期盼相公所各位主管可以详细的说明 良好的互动 或相互的沟通 相公所团队在推行各种业务时 应该要有周全的评估与准备 让每一件施政能得到乡镇们的认同 期盼在座的相公所主管们 可以发挥你们的专业 用心去思考 认真去执行 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护理 听取乡长未来的市政目标 以及各客市主管工作报告后 接下来为期六天的乡镇总咨询议程 本台也将会现场录影转播 并在当日下午三点 在东亚有线电视台第二时 以及第三频道播出 也敬请乡亲民众准时收看 记者是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